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以我们老传谱的记载 白元通贝权在清朝的道光年间传到北京 那么同时牛街本身就是武术盛行的地方 随族本身就是练武 好多 那么慢慢地牛街白元通贝权的目的和需求发生了变化 这个保家安民变成了自我健康的一种追求 我说学权必须要说到我父亲 我父亲张贵增实际上应该从传承上来讲 是牛街白元通贝权的第四代传人 可以说一辈子传承这个武术 打破了就不传汉民的这种说法 他的徒弟当中大部分是汉族 要想人钱显贵 就得背后受罪 小时候记得很清楚 后期带了一帮徒弟练功 教什么练什么 傻练 记得特别清楚 老人那会说什么 你这练全是我们的一小帮人 都跟耍俩叉子似的 什么叫耍俩叉子 就身上不会动 光轮胳膊 你不会用身体去做运动 我们全普讲什么 琵琶鼓活如扇 两手相连如星窜 打桩 打到木头里头 意念放在远方 打透了它 这是我们通贝权练的透骨劲 就是一开始 我带领大家一块发展通贝权的时候 好像没有方向 实际上是在哪 就是在了国家开始有这种申报飞仪 有一天我突然间有一感悟 飞仪讲的是什么 传承 你要说到传承 你先有继承 那么我们牛肩练 练白炎通贝的话呢 练二十四式连拳 它是二十四个招法 很多人问过我 说张老师我怎么看着你这手臂那么长啊 其实这是一个误解 实际上呢 每个人都能练长老 多数人呢浮按紧张 造成的它这块的肩胛骨呢 不灵活 通贝权呢 要把琵琶骨活如扇 就像一个扇子似的那种 隔夜那种打开的那种方式 肩胛骨活开了 探出来了 比如说我们的扔银手 它要展示的非常的弹性十足 就是通贝权以活为根基的拳法体系 就是你先练身体 再练功力 最后能力提升 随心所欲的去用 就是因为这种灵活的特点 实际上它是从老辈传下来的时候呢 它是偏于实战的 没有人按的那套路出牌的 真正的动手的场景是随机应变 刚才你出手 那可能比较低 那我往上一压就胆 就胆地了 如果你的手高呢 我在这压 可能出手还不好出呢 那同样是这个劲 你出手 同样是这个 那我 到底是一样 那我可以变换方向 万法皈依任务行 活学活用 它行 平日里呢 西城的老百姓呢 都是上班 然后各自活动 但是下班以后 或者周末的时候 很多的老百姓凑在一起 练白岩冲沛拳的情景呢 越来越多 那么牛街呢 依然保持着自身的 好舞的这个风俗 一直有一句话 就是东街的阳格尔西街的枪 爱的 alternate 我们处理型人 在凌晨里面 友调 我们的 zest 澕 我觉得 对 atau 手 感